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潜姿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评论人陈辉文 以及前驻媒代表处政治组组组长邵一祥 菁姐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评论员黄伟和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这个桃园机场的群聚感染 现在再度扩大了 要提醒各位要做好 个人的防疫的工作 今天指挥中心告诉我们 这个桃机的感染增加四例加四 那比较看起来比较害怕 或是比较危险的是 因为霍宁快到了 返乡的游子都回来了 所以境外移入 境外移入居然有58例这么多 我们需要担心吗 来看看印度神童阿南德 真的很不幸他又命中了 其实前几天他才说 今年这个疫情会再起 结果全世界Omicron 看起来都还在烧 都还在来势汹汹 观众朋友 这个桃园这个突破性感染 郑文燦也说了 金嗓歌友会三例都打过 两剂的疫苗 可是还是突破性感染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 今天特别说了 第三剂要缩短时间 也就是12周就可以打了 要大家赶快再去打疫苗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郑文燦 因为可以说他今年 有点出师不力 从去年到现在 看起来因为桃园 都是首当其冲 所以很多桃园的 一些市民朋友们 也在问说市长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精力 多一点放在桃园 你没有错 你精力过人 你可以全国走透透 你可以为党服务 可是是不是可以多 pay attention 多一点点的精力 放在桃园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疫情再起之前 尤其是过年前后 元旦前后 来看看郑市长的行程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候 他都在各地方游走 包括了1月2号 这个我们看到 新闻处是告诉我们 市长没有公开行程 可是他中午跑去高雄 做这个陈水扁 前总统的广播周年聚餐 下午跑去台州 晚上到台南的安平 我们帮他算了一下 其实他公投宣讲 光是公投宣讲 在12月 11月底12月的时候 他就走了65场 那在12月的第四周 他还结合其他的 这个绿营的首长拍片相挺 挺谁呢 挺这个1月9号 包括林长佐 包括林静怡 我们都说行有余力 你再去做别的事情 那现在看起来 那当初你是不是应该 花多一点点时间 放在桃园呢 等到疫情爆发 现在在做亡羊捕捞 那市民觉得 有点点来不及了 当然这几天 我们可以看到 郑文川市长是当然 集中火力都是在桃园 包括1月6号晚上很晚了 他还跟王毕胜 来开紧急的记者会 那今天因为这个 我们国门这件事情 境外一路比较多 那看起来 Omicron又长驱直路 所以早上我们看到了 苏院长跟蔡总统 同框出席同一个活动 记者就赶快问了一下 蔡总统 这个疫情 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新的政策 来听听看 蔡总统有没有回应 董董 你怎么看明天会取消行程吗 现在有疫情 所以他们只顾疫情 只顾选举没有顾疫情吗 来请教韦翰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以现在的状况来讲 昨天大家有看我们大白话吗 昨天我已经把英国的 他的Omicron跟 就是相关Delta的比较给大家看了 简单讲就是一个结论 Omicron当进到台湾社区之后 你我是挡不住的 没有人挡得住的 但是当然不用恐慌 他不会自私率没有那么高 他Delta的住院率 也比Omicron高很多 如果你不知道了 你去看一下昨天的大白话 现在是发烧影片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他势必会有 我们可能难以想象 或者是超越去年5月的 那样的确诊情况 那我希望没有 可是全世界各国告诉你 不可能没有 美国以前没有到 25个小时之内 102万确诊 可是102万确诊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102万确诊是1600诗 没有比之前更高 致死率没有更高 可是确诊你是挡不住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 一天一天开始出现 像他去金嗓歌友会 他有去就基本上不可能传 没有传给别人 以前潘石剑都不会传 对 但这次是Omicron 他跟你想象中的可能不同了 那这种时候 我们大家其实是会担心没有错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恐慌 因为全世界各国都是 无法挡住Omicron 而他Omicron 他并没有造成你 那么难以想象的 恐怖的后果 这是第一个 但第二个 我们的政府官员 他现在该做什么 我觉得刚刚苏院长被问 我看他也一时语色 他也尴尬 因为他根本不是指挥官 照讲他应该要是指挥官 行政院院长 那总统也因为 今天是礼拜五 礼拜天要投票 台北跟台中又要雇 又要守护 又要进场守护 那都已经讲好了 明天礼拜六要冲一整天 还要去台中战台 还去不去 那照理讲 我先插播一下 刚刚苏院长有特别说 他这一次台中战台 他就不去了 他取消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苏院长不去了 好 我跟大家讲 因为已经到了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去了 然后选举对面这样来讲 假设临场所被罢免了 林静怡没有当选 然后疫情又爆开来的话 不只是选举的政治的后遗症 接下来下个礼拜 下下个礼拜大家都在谈疫情 越来越多力的话 这样子的话其实才是重伤 所以我觉得苏院长这样做 应该是没有错 因为他是最高行政首长 可是总统跟副总统还要不要去 目前没有取消 目前没有取消 有些现在才下午4点多 说不定明天就全部取消了 也有可能 等一下文明神 明神说不定有内线 我是跟大家讲的 因为我比较不会去 声势力竭的就讲说 敢去就怎样或干嘛的 今天如果到过来 是国民党执政的话 国民党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民众会担心 不过确实Omicron 它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子 那么恐怖 像以前SARS那样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甚至连投票可能都要紧急取消 对不对 好 所以今天我是觉得 Omicron它的传染力 非常的强 打过疫苗的人 也没有办法阻止 就是你会被确诊 那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先防护自己 我觉得现在很多民众会认为说 我们这政党太喜欢选举 或是太会选举了 因为你看到铺天盖地 包括总统副总统 还有行政院院长 过去几天 过去一个月都在干嘛 四个公投不同意 这个宣讲的印象太过深刻了 还有现在1月9号 包括在台北 包括在台中 这要挺双龄 林静怡要挺林长佐 全部巨头都出动了 包括等一下5点钟 赖清德还会跟林长佐来同框 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你们到底要不要顾正事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来 请问一下辉文 今天我觉得讨论 正副总统跟行政院长 要不要去站台 为什么不讨论投票要不要延期 所以投票不用延期 但是就是 目前好像没有这个讨论 不是说疫情很严重 我不晓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观众朋友不要紧张 我呼应刚尾案的讲法 蔡总统说你站台 賴副总统说你站台 你是在怕什么 他们两个打高端的都在跑了 你是在怕什么 我们根本也不是把防疫 当做一回事 反而是赵绍康 赵先生今天呛蔡总统说 你取消我就取消 所以赵先生很巧妙 把他跟蔡总统拉到 一样的高度说 你不去站台我就不去站台 这显然这个位阶上是不能比 但你刚刚补充说 苏院长还是不出席选嫌之夜 可是民进党的动员 当然这个疫情也不是 大家故意的 在这个预期之中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防疫 现在我是觉得已经出现疲态 就是我们的两年的指挥中心 你看我们的陈部长 美国没有列高风险国家 他说法国更严重 美国的Omicron是 我们现在入境是67% 三分之二都是美国入境的 你跟我讲说法国更严重 我补充一下 不好意思 回我打断一下 因为今天刚刚才宣布 下午2点 我们今天境外一路是58例 美国就有35例了 占了大多数 所以美国真的很严重 我觉得这个陈部长这样子很没有 因为到我们知道 美国是民进党的爸爸 所以看到美国就跪下来 可是你说今天的案例 还有之前统计 都已经这么高的比例 是从美国入境的情况下 你看陈部长讲法国跟澳洲 还有美国 我请问观众朋友 这三个国家 哪一个地方 我想Vincent也很清楚 哪一个国家台湾人最多 这干嘛还问 那一定是美国台湾人最多 进来的也是三分之二 现在都是美国进来的 那美国不用列 为什么 就还要听陈时中在那边胡说八道吗 莫名其妙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其他的高风险国家 其实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想因为如果你是列高风险国家 你不能住防疫旅馆 你要进集中检疫所 对 但是我们的集中检疫所够不够 不够 之前就有人说防疫旅馆 因为之前突出的桃园跟台北 都旅馆突出 那就有人跟指揮中心反映说 那我可不可以住检疫所 我付钱 但是我不敢住旅馆 因为旅馆不知道哪里有病毒 陈部长他不敢开放检疫所 为什么 他要保存这个医疗的量能 那观众朋友为什么要保存 这个医疗的量能 因为我们检疫所不够 为什么不够 不是防疫两年了吗 所以观众朋友 前准我们很简单讲说 我们就是不普筛 即便刚尾翰讲说 欧摩孔孔这样子大军 我们不普筛 我们也不封城 我们也不盖方舱医院 我们就用检疫所 那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佛系的防疫 好不好 那怎么办 在蔡总统跟民主退步党的领导之下 我们只能靠运气了 是 今天下午 陈时中部长也被问到了这一题 就是刚刚 会议文提出来的疑问 美国这么严重 我们要不要赶快把它紧急提升 为高风险国家 陈时中部长的回答在这里 他说 多国的疫情都属于高风险 调整成重点高风险意义不大 全世界我们都把它看成高风险区 他说全世界除了台湾之外 我们都把它看成高风险地区 用最高的规格 可是问题这个就在这里 高风险国家现在是非洲 那10个国家 是要集中在检疫所里面的 如果你没有列为高风险国家 就不用 就是可以去旅馆7加7加7 这个是我们提出来的质疑 所以你的政策 你的政策要不要做一个调整 因为这个Vincent在美国 你在美国 前一阵子Omicron最严重的时候 一天据说100万例 100万例 而且100万例我们不要忘记 你会去筛检 通常代表你已经稍微有一点症状 你才会去筛检 或者是你曾经跟 就是已经有染疫的人 有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其实真实的数字 还没有人知道 可能更严重 但是我觉得回到一点 就是第一点是有关陶原的部分 陶原其实是我们的国家的国门 所以确实会遇到这个状况 我想这是蛮不意外的 那陶原这个状况 我认为现在 至少他们找到这个来源 好像今天新闻说有找到来源 因为大家原本担心的是说 找不到这个 第一几个案例被筛检出 说确诊的这个来源 那现在来源是 你说清洁工的来源 还有这个介绍车司机的来源 对 所以至少这个来源又找到 那至于说是不是 因此就是在疫情上有一个控管 我不是很清楚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我希望说这个阵子 至少我们疫情 尤其在过年期间 大家都是在家人团聚 希望说这个疫情可以受到一些控制 但是我同时也要提到选举的部分 因为选举我自己也认为说 确实好像很多民众 我自己在跑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跟我说对于近期 无论是这个公投案 或者是这个补血案 或者甚至于罢免案 感到一些疲倦 因为其实确实 我们现在新闻上 大概都是选举有关的 大家已经连续看了好几个月了 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 其实这几次的选举都是谁发起的 我们其实包括公投两个 都是国民党发起的 对不对 包括这个罢免案 其实也是国民党有关的人士发起的 包括现在这个补选也是 所以确实 我觉得选举 我们现在既然有发生了 其实有政务官去站台 我觉得这当然也是天经地理的 各方会一定是希望自己的人选 可以获得胜利 这个应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觉得至于说 回到这个疫情的部分 其实现在台湾 大概好像第一剂是80%左右 第二剂好像已经将近70%左右了 6 70 所以确实我们现在的状况 是比几个月前的状况是好很多了 但是同时我知道我们第三剂的 目前的复概率其实还是蛮低的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尽快把握时间 去达到第三剂 是 我们对这个疫情的防疫 人民已经疲乏了 可是对选举我们更疲乏 刚刚Vancent有讲 这几个选举都是国民党 都是国民党出手的 所以他们是防守 或者是说现在看起来人民对于这些选举的发起人 箭头是指向国民党吗 来 韦翰 其实我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现在目前疫情这么严重 刚Vancent在讲 新北市也已经宣布就是 即日起所有照相跟唱歌 不管是在室内之外就是要戴口罩 像慧伍哥这样就是正确的标准 就在室内继续戴口罩 他一直都戴着口罩 我等一下也戴起来了 我们现在是遵守 遵守指挥中心的 我们遵守指挥中心的所有的规定 因为他还没有升级 新北市讲说室内室外唱歌跟照相 我们现在不是照相 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吗 对不对 今天开始不行 新北市我们这里是台北市 那也不是中央 他签字要讲清楚 不是说我们违规 我们是符合的 我们是完完全全 遵守中央指挥中心的防疫规定 这种时候 你真的就全部戴起来就好了 那刚刚今天这题很难讲 为什么 因为势病 我不希望台湾Omicron非常多 可是看起来他可能没有 我觉得他挡不住 你看起来就明显是要这样的时候 说实在的 我们政治人物应该带头大家权力防疫 就先忘了后天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台中跟台北的两个投票 属性不同 有的需要投票率高 有的需要投票率低 所以他就会卡在那边 你觉得会不会刚好有提议说 大家要不要讨论干脆延期 来不及了 因为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 对 你需要大概一个礼拜的 作业时间 当然邱文哥讲的那个是 断然处置 对 因为都没有人讨论这一点 没有 是不是有可能会延期 也不可能 我看起来是没有讨论延期 对 除非是候选人 他没有办法被候选了才有可能 对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去 但你说因为疫情突然这样爆发 大家会怕对不对 所以那个投票率我觉得 应该会有一点影响 你的意思是说投票率会降低是不是 对 当然 大家都不敢出门 不想跟大家接触了 怎么可能投票会更好 可是如果降低 我们来这个假设一下 如果真的投票率降低 对台北市的这个罢免 是林昌佐是得利的 假设降低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直接跟大家讲 投票率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看的新闻 看的报纸 真的是会怕对不对 然后就原本有可能想去投票 没去投票的话 对于罢免林昌佐的那个几率 我们就照科学来讲是会降低 因为你是需要过25%门槛的 即使最后赞成罢免票 多于反对票 他没有过那25 没有58,900 你就是失败的 但对于台中来讲的话 就要去考验地方的人脉跟经营 因为我讲的是陆军对空军的战争 所以台中的投票率越高 其实对林昌是越有利的 但如果这样一说会来的话 反而可能就是对盐宽 可能他的在地的经营是有利的 其实这样公平 尾案分析的都对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刚刚讲 你应该问题非常好 可是不是 你不应该问蔡总统 你应该问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现在是要打 我应该打 应该去喊话这个 我来回应刚刚Vincent讲的那个 因为我怕他可能越长期在美国 你看到没有 今天Vincent来 前置一直讲英文 还有我都还要Google 被你发现了 奇怪 看到我都讲台语 刚刚都还没发现 故意的 他以前在华航当空姐 他英文很好 来来来 我帮Vincent上台 他说蔡总统昨天帮林昌佐 他说这两年台湾努力 防疫拼经济的时候 然后却有许多令人纷扰的罢明案 说得太好了 我请问你 罢明门槛下修是谁干的 是民进党干的 第一件罢明 报复性罢明是罢韩 是国家队出动 冤有头再有主 不是赵宜祥讲的这样子 我讲的才是真的 门槛为什么下修 民进党修的遗憾可以作证 第一件报复性罢明是 Vincent 我跟你讲 我承认罢免林昌佐 黄杰 王浩宇都是报复性的 这我绝对承认 罢免韩国瑜不是报复的吗 洗头到底是谁 我们很短回应一下好不好 Vincent 很短 我认为其实辉文哥提的这一点 我认为整个其实 下修门槛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值得再去检讨 是不是是一个对的政策 是不是当时是一个对的决定 我认为现在是很多人有疑虑的 那一开始报复性罢免 那现在好 那现在我就回到一句话 报复来报复去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什么时候会结束 谁起的头 谁起的头 但是谁 现在韩国瑜对不对 好 你说他是报复性的投票 好 那既然有人这样说没关系 但接下来现在已经有 一 二 三 四次 再度的所谓的报复性投票 对 那什么时候要结束 什么时候要结束 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什么时候结束 明天 后天不管投票结果如何 我们一定要去罢免吴思耀跟高嘉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化之后马上回来